十字路口轎车闯红灯狂飙 路口逆向先撞一辆汽车 接着直接冲向机车停等区 撞倒六台机车 如同打保龄球 六名骑士倒立擦伤 肇事轎车加速逃逸往屏東方向 在这边要停红灯 然后有一台车子从那边逆向 抓一台车然后逆向从那边冲过来 有闪一下 不然我就正正面了 现场被撞的东倒西歪 受害骑士超傻眼 这起警匪追逐发生在高雄无价 由于驾驶边开车边抽烟 远景示意难停 停一下 白色高车拒绝难查 右转后加速狂飙 路口红灯逆向 一口气壮七辆汽车逃逸 好险都只有受到轻伤 男子沿途逆向行驶 床灯造势逃逸 危险驾驶等行为 不仅得吞向大饼拔完 还得负责音 车祸非常适宜 拘捕违规样样来 最高可开发超过七万元 警方已经锁定逃逸 驾驶身份权力追捕中 就参加王书宏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